好 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始了 花莲国中小教职员工已经是完成了疫苗接种 那么8月4号是轮到高中职教职员以及补教业者来接种 那么县长徐真卫以及县政府的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 是前往了花莲高中的体育馆来了解疫苗的施打情况 考量新学区开始不到一个月 花莲政府4号分三区进千位高中职教师施打疫苗 同时因应疫情降级 全国补教业者有条件解封 上百多名已经造册补教业 也在4号同步施打疫苗 希望提高补习班师生的保护力 现在学生会上午前往北区接种站 花莲高中体育馆来关心施打状况 并感谢医院团队的辛劳 代表是经各医疗院所的努力以及民众的配合 花莲县施打覆盖率已经达到35% 超过全国覆盖率34% 呼应县民踊跃接种提升自身的基本保护力 经过多者尤其是从国小国中 特别是国中 其实原来花莲县政府教育处 其实对于国小国中幼儿园所造册 都已经完成造册完毕 结果教育部又希望国中各自学校各自上传 所以又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而这次的高中当然我想所有的教职员都期待了很久 那花莲县政府其实我们也不断的跟教育部沟通 是不是能够把它倒到CDC 赶快 核定的名单赶快给卫生局 或者是由教育部委托我们的医疗院所 来赶快跟我们所有的教育员来施党 我们不断的备用行为剂 不断的备用放大剂 来紧盯县政府的所有程序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坚持下来 到目前花莲县 还是在全国的施党的覆盖领域里面 还是非常高的 现在全国的施党覆盖率是34 但是花莲我们有35.3 尤其在长者我们那时候施党的确比较慢 但是我们希望保障到长者可以施党的权 由于不少高中子教师已经透过1922系统预约 初步估计约有三成老师完成疫苗接种 还有900多位教师未施打 花莲县府特别规划在北中南山区 让教师们可以接种疫苗 另外应用补习班陆续恢复实体受课 花莲县也安排补教业者在4号接种疫苗 并且加长补习班清销的稽查 花莲县高级中学教职员约1200人 扣除已经施打者 这次施打人数有904人 立案短期补习班 含儿童安心班才艺班 教职员630位 扣除已经施打者 这次接种人数有339人 分别在北区花莲高中体育馆 中区北荣凤林分院 南区北荣玉堤分院施打 但因故无法施打者 可以前往上网音乐施打 不会影响全疫 谢谢观看 欢迎收看